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用土豆分享好吃的 将去皮的土豆切成厚片 装入碗中备用 大蒜切片 装入碗中备用 小葱的葱叶切末 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豆瓣酱一勺 锅中多倒些油 油温五成热放入土豆片 中火煎至两面焦黄 准备一个盘子 铺上厨房纸 放上煎好的土豆片 锅中底油倒入蒜片炒香 再倒入豆瓣酱 炒出豆瓣酱中的红油 然后倒入土豆片 翻炒均匀 最后加入葱末 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了 盛在盘中 再撒上白芝麻 好看又好吃 豆瓣酱是咸的 这里就不用放盐 土豆虽然是用油煎的 但是吃起来一点也不会觉得油腻 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家常菜 用它来配米饭也是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喜欢也来试试吧 我是小美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